由郑秀文和陈奕迅主演的电影《大搜查之女》于日前在香港地区举行了宣传活动 已经两年没有作品问世的郑秀文在这部戏里一改以往的形象 演绎了一个很随意的女性 不时尚不漂亮 就像生活在你身边的一个普通人 跟郑秀文一贯出演的都市时尚白领相差甚远 我以前几乎拍过的电影 我的造型都是比较时尚啊 比较美的 衣服都是很漂亮的 但是这个角色不可以啊 因为这个角色这个女孩子就是比较随便啊 然后也没有什么打扮 化妆也是非常的淡的 那我想做一个演员 应该放下 应该开始学习放下自己 然后尽量去投入这个角色 在形象上重新洗牌的三女郑秀文 在角色上没有太多改变 依然是一个恨嫁女人 这跟年过三十的三女郑秀文 个人经历非常相像 对对对对因为这部戏这个女孩子就是对结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期待 那我想其实在我三十岁以后 我对结婚都有一个非常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在大搜查之女里 陈奕迅演绎了一个儿子被绑架的父亲 其中不少戏份需要陈奕迅去哭 这对于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但是演一起父子系来就要容易得多 因为现实生活中陈奕迅已经有做爸爸的经验 只是这种感情却跟戏里有着很大的区别 对对对对对的